严恒,你所我用,争取把他们连窝盾,还有暗双,你给他们打首饰,让他前后加击。 严恒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哨子,哨子是模仿的鸟叫。 暗双听见了哨子的声音,以为是出了什么意外,在暗双跑了一半的时候,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 自己迎面,来了一头气势汹汹的野猪。 暗双,干掉它! 暗双只好出出腰间的长剑,与野猪打在了一起。 终于在灵受伤的情况下,把野猪割喉,撩断了它短暂的一声。 燕横,你看那里是什么? 说着,就急忙跑了过去,赶紧把四只小家伙抱了起来,塞进自己的怀里。 那个,王妃啊,狼是很记仇的,这样抱走了崽子,狼群不会找上门吗? 你的属下,你自己搞定他。 反正,狼才不能再放回空间了,再放下去,空间都要被拆了。 那个,暗双,趁着狼群没有回来,我们先把野猪带走。 至于其他,狼群应该是找不到我们的。 快,快,快来人。 这是你们王爷给你们抓的,都送去火头军那边。 体力不行啊,加强练习。 早晚有一天,就让你知道我的体力好不好。 燕横,马上叫车暖化开了,我们要不要提醒出发? 我这边暂时脱不开身啊,估计要等等才行。 再给我几点时间,我需要安排一下。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,不能手软哦。 这在军中就待了半个月,将士们就看见,王爷几乎以虐待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王妃。 等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,欣然带着燕横进了空间。 燕横,我们哪天出发呀? 今天府里来了信,说是皇国公府老太军过大寿,要求我们去参加。 他们找我们去参加干嘛? 前些天还打了他外孙呢,我会是想什么坏道的吧? 不会,明目张胆的他们可不敢,不过可以去见见。 你要是不想去,我们就不去好了。 去啊,怎么能不去呢? 到时候你可别嫌弃我给你惹麻烦哦。 如果有人惹你,你就尽管按照你的心意来,出了事,我给你兜着。 嗯,好吧,你也赶紧去洗洗,不泡泡,外面都要冷死了。 唉,真不想出空间了。 唉。